著作權法第十條 著作權之取得 規定了著作權的取得十點和基本原則 以下是對該條文的詳細解釋 條文內容 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 著作權之取得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 但本法令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詳細解釋 這條法律條文確立了著作權取得的基本原則 即著作權的自動取得原則以及例外情況 1. 自動取得原則 著作權的取得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登記或其他法律程序 當作者完成一部作品時 他們自動享有該作品的著作權 這意味著 一旦作品完成 作者立即擁有該作品的全部權利 包括複製 發行 公開表演 展示及改編等權利 2. 例外規定 雖然基本原則是著作完成時即取得著作權 但法律條文中提到 但本法令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這表示如果法律令有特別規定 則應依照該規定處理 這些特別規定可能涉及某些特殊情況 如植物作品 委託創作 合作創作等情形 這些情況下著作權的歸屬可能有所不同 舉例 自動取得的情形 一位作家寫完一本小說 當小說完成的那一刻 作家即自動擁有這本小說的著作權 無需進行任何登記或申請 例外情況 若某公司委託一位設計師創作一個標誌 根據合約或法律規定 這個標誌的著作權 可能直接歸屬於委託方公司 而非設計師本人 法律意涵 保障創作者權益 這條規定確保了創作者在完成作品的瞬間 便自動享有該作品的權利 無需經過繁瑣的手續 從而最大程度的保護了創作者的權益 例外情況的靈活性 設立例外規定的條款 使得法律能夠靈活適應不同的情況 確保在某些特定情形下 著作權的歸屬更加合理和公正 總結 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通過規定著作權的自動取得原則 確保了創作者在作品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 保障了創作者的基本權益 同時 通過允許法律對特定情況做出例外規定 使得著作權的取得和歸屬更加靈活和適應不同的實際情況 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了著作權保護的範圍 具體說明了著作權保護的對象僅限於著作的表達形式 而不涉及該表達形式背後的思想或概念等 以下是對該條文的詳細解釋 條文內容 中華民國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 著作權之表達一本法取得之著作權 其保護僅急於該著作之表達 而不急於其所表達之思想 程序 製程 系統 操作方法 概念 原理 發現 詳細解釋 這條法律條文主要強調了著作權保護的範圍和限制 一 保護範圍 著作權景保護著作的表達 這意味著 法律保護的是作者通過文字 圖像 聲音等形式具體呈現出來的內容 例如 一本小說的具體文字敘述 一幅畫的圖像表達 一首歌的音樂旋律等 二 不保護的內容 著作權法不保護著作中所包含的思想 程序 製程 系統 操作方法 概念 原理或發現 這些元素屬於公共領域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使用 不受著作權的限制 例如 小說中的故事情節 思想 軟件的運行流程 程序 某個科學理論 概念 等 這些都不屬於著作權保護的範疇 舉例 保護範圍的例子 一位作家寫了一部小說 該小說的具體文字表達受到著作權保護 任何人不得未經許可複製或改編這些文字內容 不保護的內容例子 該小說中的故事情節 如一個英雄打敗壞人 這一思想本身並不受保護 其他人可以創作類似情節的作品 一位工程師設計了一個軟件 其具體的代碼表達受到著作權保護 但該軟件的運行邏輯 程序 不受保護 其他人可以自行編寫實現相同邏輯的代碼 法律意涵 保護創作表達 這條規定確保了創作者的具體表達形式得到法律保護 防止他人未經許可直接複製或使用這些具體表達 促進思想流通 同時 這條規定也確保了思想 概念等不受著作權限制 這有助於思想的自由流通和知識的共享 促進社會進步和創新 總結 中華民國著作全法第十條之一通過明確區分著作的表達和其所表達的思想 概念等 確保了創作者具體表達形式的權益 同時促進了思想和知識的自由流通 這種區分計保護了創作者的具體創作 又避免了對思想 概念等的過度保護 維護了公共利益和社會創新 左邊 右邊 右邊 好